消息面内地投资者比较敏感 所以美团有明显的资金流出 还有《焚书坑》的诗 引来的揣测倾向指向和中央有关 最主要是因为时间的配搭 在推出这个诗之前 广东餐饮协会批评美团有垄断的状况 继续王兄出了这个帖 令大家觉得有一个影射性 当然马云的言论之后 相应来说也有些监控机构的调谈 现在无毒有咬的时候 又是出贴后 又立即有一个调谈的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市场比较关注一些 就是到底未来会罚款罚多少 基本上不会想会不会罚这个问题 应该肯定不会罚 金额会是多少 另外一个方面 到底未来会对美团的业务发展 有几大限制性 所以基于消息面 也是比较弱一些 我想投资者可能有个 心理准备的股价 是有机会会下跌 就挨近220元这些位置 如果你看到220元这些位置 可能就差不多去上年9月底的时间 事实上如果看看ATMJ这四个大平台股 暂时表现最差不是美团 最差是京东 京东已经去到我刚才所说的位置 就是挨近上年9月的位置 至于美团现在有机会到 值得留意阿里和腾讯 现在的位置 只不过去上年12月底的位置 换句说话来说 如果未来的沽压比较强 应该会落在这两只股份之上 是有机会回到11月 甚或是之前那些位置 所以暂时科技股 除非作为一个中长线投资 否则可能近期短炒 未必这么适宜